我們會走在對面 紅色的 和當時的台南市長 候選人高斯柏PK打電競 麥菜狼體驗新潮流 誓言要將科技帶進高雄 如果我們用心 再用力氣的話 我相信我們絕對不會輸給 南韓首爾這個電競產業 發展電競不能只有說說 資金 政策 人才 技術 政府和業者都要到位 超逼真實境遊戲 讓人遠不住放聲尖叫 VR遊戲業者一開始從高雄起頭 卻敵不過環境蕭條 只好北漂射點 如今被韓國瑜打鬥 決定回到高雄 什麼之前的雞排經濟 或者創造話題 其實這裡都是企業需要的 感受到高雄 有現在已經展現出 很強大熱情的力量 業者將投入6000萬元 在新絕江打造 11層樓的高雄新地標 除了VR實境 也將結合電競和學生訓練 期盼透過新媒體產業進駐 為高雄駐入新生命 高雄新絕江曾經興盛一時 如今到處都是租售看板 在地人坦言 人潮和過去相比省四成 而且多半都是 消費力造低的學生族群 那勢必我們必須有長期的 小型的比賽 活動去熱絡這個場地 ACG產業做結合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南瓜在裡面 因為像之前高雄的國際動漫展 他參展人士就有70萬人 電競產業的進駐 能不能帶來人潮帶來商機 專家說政府願意投入是好事 但不能走太快 將電競產業內化為高雄在地文化 才是根本之道 記者吳奎妍楊格許惠宇 特別報導